我也是感到啦 这个要隔火的学生 要这样的真困难 他现在想要回来一步一步 回来做三四年了 做到今天 算是怎么禅略了 有修行了 当然要去治治了 我22岁的时候 拼命地想要离家去外面床 到了50岁的时候的 我就一步一步 努力地往回家的路上走 感谢观看